觀眾朋友好 歡迎您收看熱點快報 我是美玲 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中共20大閉幕會上 中共前總書記胡錦濤在週末睽睽之下 一會中途被習近平幕僚駕列會場 該消息掀起了國際熱議 胡錦濤三個字在國內成為敏感詞被封殺 如今 更有網友發現 胡錦濤在任內重大政績2008年北京奧運 他參與開幕式的畫面也遭到了官方檢調 2008年北京奧運開幕式在國家體育場隆重舉行 當時 國家主席胡錦濤出席開幕式並宣布開幕 近日 有網友指出 包括在國內主流視頻平臺Bilibili上 官方頻道由北京2022年冬奧會上傳的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開幕儀式中 全部胡錦濤露面的畫面都遭到刪減處理 重大事件遭到畫面掩蓋 對比日本NHK轉播原版視頻與北京2022年冬奧會官方賬號的版本之後 會發現後者除了幾個胡錦濤主席在台上起立 示意的相關片段消失之外 其內容沒有差別 另一方面 在百度微博搜索胡錦濤相關消息 會發現以往的許多報導 都已經遭到了隱藏處理 其領導人的名字如今竟成敏感詞 被指相當詭異 10月22日 中國二十大舉行閉幕會議 胡錦濤會中遭到習近平幕僚嫁走離場 他過程中面露不悅 速度抗拒 離場前還轉身向坐在旁邊的習近平面了兩句 又伸手拍了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肩膀一下 該事件欲為國際焦點 中共新華社英文官方推特賬號隨後表示 當時胡錦濤是因為身體不適離場 但被海外媒體廣泛質疑 中國境內媒體則是一片噤聲 胡錦濤究竟是因為何事被代理會場無人報導 而官媒全部一面倒對習近平歌功頌德 胡錦濤到底做了什麼事惹怒了習近平 讓習非得在這個全世界焦點所在的公共場合 展示自己的權利 羞辱這位前國家主席兼總書記 有批評者表示 胡錦濤被習近平的手下強行駕駛會場一幕 證明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共進一步黑幫化 北京之春榮譽編輯胡錦表示 在二十大以後 胡錦濤被送出場的鏡頭傳到外界 意味著中共元老的勢力已經整體衰敗 在別人看來 這個事件當然是對胡錦濤的羞辱 場面非常不愉快 胡錦濤說 目前的常委人選都是同一派人馬 這在中共歷史中也是很少見的 現在習當局把權力用得這麼近 難免會引起各方面的不滿 可見 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 中共黨內的高層不會是風平浪靜的 日經亞洲專欄作家鍾澤克爾表示 胡錦濤離開的戲劇性事件 是過去10年來 一場政治鬥爭的高潮 在日本東京色谷的街頭萬聖節活動中 居然出現西人裝扮成中國二十大上被強行拉離會場的胡錦濤 還有身穿白色防護服以諷刺中共暴力清零的防疫人員 中國又稱大白 就在世界很多大都市都在舉辦慶祝萬聖節的活動中 有網友在推特上發現視頻和照片顯示 一位裝扮成中國前總書記胡錦濤的外國男子 這位洋人扮演的胡錦濤 身穿西裝 打著紅領帶 還佩戴印有胡錦濤照片的中國二十大的出席症 但是他在臉上居然徒有癌症的遇青 手上還有手銬 也暗示胡錦濤與二十大被強行拉離後的慘狀 此外 還有中國網友發現 在萬聖節的party中 打扮成中共的防疫人員 中國又稱大白的民眾 他們身穿白色防護服 手拿特大號棉花棒 展現中共國特色的核酸檢測 推特網友們紛紛在下面留言表示 這人怎麼這麼懂 或許是當時在場的記者 有點地獄 哈哈哈哈 笑噴了 很會踩熱點 哇哈 今年萬聖節很精彩呀 你們這樣在日本穿中國傳統漢服 不會被警察抓進橘子羞辱嗎 還缺個模仿習近平的 哈哈 好笑的事情 大家一起笑 西國是全世界的歡樂來源 這個真是最恐怖 大白一出 哪個不嚇死 人黨殺人 佛黨殺佛 綜合日本媒體報導 由於10月29日 韓國首爾離太院發生嚴重的踩踏死傷事件 澀谷區將於10月31日下午6點至11月1日凌晨5點限制澀谷站周邊區域的民眾 如飲酒 停下拍照等行為 警方和工作人員將進行巡邏 預防意外發生 中共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10月22日在北京閉幕 征途前國家主席胡錦濤突遭兩人參扶 強行離場 透過網路流出的視頻可以看到 胡錦濤當初試圖抗拒 坐下想繼續參加會議 甚至一度伸手要拿習近平前方桌面上的文件 都被習用手按住 習胡兩人還曾有過一兩句對話 但是一位標形大漢貌似一定要將這位中共前總書記胡錦濤拉離會場 坐在一旁的習近平則相當冷靜 胡錦濤無奈最終強拉離去前 還曾回頭將手貼著習的背後說了些話 習僅點頭嘴巴稍微動了一下 作為回應 之後胡還拍了下坐在習身邊的李克強的肩膀一下 就這樣 這位力挺習近平上位的中共元老被兩位工作人員拉離了會場 場面之戲劇化和透露的詭異悲涼 震動國際 綜合海內外媒體報導 中國共產黨的大會通常是照著劇本走 胡錦濤出席稍早的閉幕會議 會後攝影記者才獲准進場拍攝閉幕式 而且是在攝影機定位之後 工作人員才走到胡錦濤身邊要帶他離場 外界猜測 胡錦濤被離場可能不是突發事件 英國媒體BBC報導分析 胡錦濤離場最有可能的理由就是 當選者要以此舉象徵性移除代表舊時代的領導人 蘋果公司的iPhone代工廠富士康位於河南鄭州的廠區正在出現逃離潮 當地員工為了躲避極端清零措施 帶著簡單行李在田野和公路日夜跋涉 徒步返鄉 對此 日本資深媒體人施辦明夫感嘆 這些人逃亡的畫面在網上流出 宛若1942年間河南大饑荒時的逃難潮 曾擔任北京駐台記者的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施辦明夫在臉書發文表示 這幾天大陸傳出來的很多河南省鄭州富士康員工大逃亡的照片和影片十分震撼 成千上萬的年輕人背著行李穿過田野 鄉村 沒日沒夜的默默走在中原大地上 景象就好像是1942年間河南大饑荒時的逃難隊伍 施辦明夫表示 這些圖片和影片大部分在極短時間內被刪除 各種消息錯綜複雜 現在還很難知道具體逃離人數和主要的逃難方向 但河南正在發生著一場巨大的人道災難 無庸置疑 他提到 富士康鄭州廠區因為兩星期前發現疫情 當地政府將廠區封控 幾萬名員工被關在宿舍裡 每間宿舍十幾個人 沒有活動空間 食物和飲用水嚴重不足 口罩三天才發一個 有人得了病也得不到醫治 員工賣在忍耐十幾天以後 終於爆發 衝破了保安攔截 上演大逃亡 石范明夫說 因為很多員工是從河南各地農村招來的 很多人順著高速公路踏上返鄉路 這些員工在逃亡前被關在宿舍裡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 在乘達幾百公里的回鄉路上 又會經歷什麼樣的苦難? 之後 可能通過自媒體會爆出來 讓大家一點一點的知曉 但可以想見 對這些人來說 絕對是一場不堪回首的慘痛經歷 石板明夫說 當地政府派出了眾多軍警 企圖攔截 但因為逃亡人數太多 只得放棄 現在已經默認了 讓員工徒步返鄉 據說 目前已經有從中央派來的工作組進駐鄭州 調查此事 帶頭逃亡的員工 今後很有可能面臨求後算賬 這次逃亡事件 在某種意義上象徵著中國政府主導的動態精靈防疫政策的失敗 石板明夫批評 中共所謂的防疫措施完全不適用於實際情況 物質供給嚴重不足 信息不對稱 引發恐慌等問題 一一顯露無遺 他說 全世界各國的政府 在正常的防疫之中 都有一些做得不盡人意的地方 但是 現在看來 中國政府的防疫應該是做得最失敗的 因為親自指揮 親自部署中國防疫的 是一個既非專業又剛必自用的政治領袖 暴露了獨裁政府最嚴重的軟肋 讓大家看清獨裁和民主最大的不同 BBC駐北京記者史蒂芬‧麥克唐納30日也在推特上發推文表示 中國的清零措施 正在給經濟 生計和社會穩定 帶來巨大壓力 好的 以上是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您訂閱 分享和點讚 我們明天再見 BBC駐北京記者 新海 initiatives BBC駐北京記者 新海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